而花莲山湛西出海口的沙滩 近期有业者就将各种的设施放在沙滩上 信了不少民众到这里打卡拍美照 不过就有民众认为 这样会破坏沿线的景观 以及造成海洋的负担 那么为了要了解实地的状况 花莲县议会建设小组是特别邀请了县政府建设处 和观光处来前往现场挥刊 同时也要求县政府制定管理办法来约束业者 共同为花莲的观光愿景来努力 沙滩车今年开始盛行 湖南县顺风向引导海滩 去年乡村的海滩 处置都可以看到游客来这里游玩 而在去年4月份开始 沙滩西出海口也开始掀起了这项热潮 近期有业者将各种设施放在沙滩上 吸引不少民众来这里打卡美照 不过有民众认为这样会破坏沿线景观 以及造成海洋负担 欢迎先议会建设小组也前往现场挥刊 要求卸服观光处要订定一套管理办法来约束业者 这个沙滩车来体验 然后这个来看看我们花莲美丽的海景 然后能够非常的乐观其成 我们观光处这边能够辅导我们沙滩车业者 能够经营 然后达到这个双营或是三营的局面 不然有的民众认为我来到沙滩 来到海边然后被沙滩车的沙滩车 这样弄到我们都没地方去 我希望我们观光处能够严理一下 怎么来辅导我们的沙滩业者 然后让带动我们花莲县的观光 这个真的是我们花莲是得天独厚的海岸 能够好好的利用它 就是希望花莲县政府 不管是观光处或建设处 都能够正视这个问题 希望业者维持业者的生计 然后以及村民的安静 因为他车子停在孙安村 要出来会很吵杂 那是不是能够让民众 不要有那么假日能够有个安静的环境 那以及观光客来延伸出来的一些垃圾的问题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态要如何维护 那海滩是公共财 每一个县民每一个人 都可以在台湾的海滩自由的进出观海 那希望这样的一个品质 也能够让县政府来思考 怎么样能够创造一个多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条件 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沙滩车这个极限运动的行业 能够跟民众的需求能够达成一个平衡 观光业的业者生存权要兼顾 但是这个 这个我们民众社区要取得良好的沟通跟协调 降低对社区的冲击 不管是在噪音上垃圾 还有一些自由行自由客来到海边玩的游客 也希望跟这个他们的业者 能够有不要有任何的冲突发生 那也希望我们观光处要落实管理这些业者 不管在保险上保险对这个公共预外险的保险相当重要 那房子不小心游客若有什么意外受伤 能够最起码有一个保障保险 那也希望这个环境 观光是大家的 海滩是大家的 先言言华表示 根据观光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的理念也请幸福邀请业者 当地民意代表村民来面对面的沟通 并且演绎出双赢的对策 希望在深圈与当地村民的共存共融之下 发展出花莲人的观光产业 记得喜欢我们的收视频道